近日,在成都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准备车间,工作人员正在忙碌地为生产下线的首批7辆5G智能移动核酸检测车进行清洁和整理。 记者在现场看到,这台移动核酸检测车采用自行式大型客箱式专用车基础平台打造,全车除驾驶舱外,工作区域分为试剂准备区、样本支备区和扩增分析区三个部分。 整车按P2加级生物安全试验室要求设计制造,其中,样本支备区和扩增分析区为负压仓式,配置独立的温控和送排风系统,确保安全。 整车还采用了智能复合电能供给、电控空气悬架、电控液压调频等多项新技术。 成都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技术部负责人表示,5G智能移动核酸检测车历经50天的研制,克服了诸多技术难点。 仅仅是密封全车这项技术,就要经过数道工序,紧抓细节。 车架,然后上到总装线开始,我铺第一道序,铺地板之前,然后我就先做一道密封,上完地板格,我们做一道密封,然后再到内饰,墙体,还有窗框。 据了解,在整个5G智能移动核酸检测车最核心的样本制备区内,安装着多台按车内空间精细化改装后的核酸检测设备,通过体积优化,信息管理技术升级,机械化分样能力提升等方面的改进,提高核酸检测效率。 有人工开采样馆这个时间是非常费时的,就这款机器,期待了人工的一个操作,可以全流程时间一个自动化的一个操作,然后是15秒钟开一个馆子,然后整个是做192个样本的话,只需要40分钟就可以搞定。 我们全流程的做了一个信息化的管理,这样的话就不会涉及到拿一堆纸质的单据,重新编号或者重新去梳理的这个问题。 在武汉做第一个活验实验室的时候,是一天是做2万馆的通量,当时是配了146个人去做这个事情。 那么现在如果做2万馆的话,我们可能只需要十几到20个人就可以搞定了。 记者了解到,在车外完成药本采集后,移动核酸检测车配备有5G网络,仪器设备也都带有通讯功能。 完成采样检测后,相关结果可以传到云网,在后台做分析处理,可实现快速部署,灵活调动,突破地域限制,满足疫情防控核酸检测大规模常态化的需求。 它实际上就是一台移动的生物安全实验室,然后我们能够快速地在第四周能够部署这样的实验室,然后来提高检测能力。 按10比1混彩的话,我们现在是能够做到每天2万人吃的采样量。 然后这整个车的从样本采集到灭活,然后到标本自备,再到扩增分析,再到出结果,然后实时的数据可以跟省极控这些联网时间后台,也说整个全流程覆盖。